大家好,今天是10月16日星期一 首先講講資金和什麼流動等等 首先我們看看紅色這些是北水 這裏就是前一段時間有些流出 這裏有所回升 大雪成交比較上面是在這裏有所回落 這個是等等等的情況 我們看到它曾經有兩天比較多的流出 北水5和42 其他都是一路比較有多 累積來說是多了 但是成交金額呢 除了有些日子是過過1000億之外 很多都要升800億到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就是說在目前這樣的情況 我們要求有過1000億的成交 是有少少是奢望 其實如果站在700億至900億之間 那就是一個範疇了 在800億左右呢 這個範疇就是中間位 為什麼會這樣情況呢 因為很簡單的 全世界都窮了 我明天有一篇文是會解釋這個 全世界的人都窮了 所以窮了自然就沒有錢買股票 大家看到那些樓價都跌得很厲害 那為什麼會跌得很厲害 那些人窮了 是不是 那你見到有些的 他這個拿著五年樓的 賣出去的時候 都可能分分鐘虧了100萬的 那還沒賣出去的那些呢 都會虧了100萬 不過還沒體現過虧的 那就是你不會找到 五年之內你不見了100萬 你是不是窮了 是嗎 所以我們暫時來說 不要這麼奢望有些這樣的東西 即是說一千億啊 什麼成這樣 不要想這些東西了 想回這個800億左右 900億左右 那麼最主要我看一下 刑賦基金啊 這些這樣的東西 比較是追捧的 原因是 他們買刑賦基金等兩樣東西 是要來炒的 那所以有時候要入 有時候要起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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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這麼看這麼多 那反之呢 我們看到就是 海洋石油和建航呢 就是最近會跌下來 是因為 是因為已經曾經升了 所以就回來了 好了 我們看看這裡之後呢 我們看看回到這個 整體北水 一路都有累積的 所以是開始升上來 然後再看看板塊方面 板塊方面 公共時威比較 就是站了上來 即使有些人又騰雞了 黃金上來又是騰雞了 那麼資訊科技器材 因為有些人最近是炒起 那麼汽車庫呢 應該是相對 比較做得穩定些的 電訊服務也是穩定的 那麼看回最主要的 還有地產和銀行 這個孖公仔呢 都是一個比較上面呢 是表現得不是太好的 是情況 那麼這個呢 也都一定是反映了 大市比較是差的了 綠色的是跌的 那麼就是融負基金啊 騰訊啊 那麼京東呢 會有了升 美團呢 都是由所跌 中腳海洋石油 有少少的微升 因為上個星期跌了嘛 那便升回 那便升回 若明生物呢 一向呢 都是比較強硬一些的 那就是邮邦呢 最近是比較做得好 是因為它不斷回購自己的股份 順達生物呢 是因為它自己本身呢 有些是雜資投資等等 中移動都是 凡是市不好呢 它就有一點點的企穩了 或者是做好的 因為它是避風塘 那就是暫時這樣 我們看看歧指方面 歧指方面 碰到保利家通道上族之後 就回下來 回下來 這個最主要看看 可不可以收到這個中族了 中族這裏呢 這裏呢 是在17727 那這裏呢 暫時來說呢 今天最低見過是17723 曾經破破過下的 真的上回來這裏 那如果搜到這個中族 這裏呢 問題就不大了 所以再繼續上去 那當然呢 亦不排除 明天可以 還會先下跌 跌穿的 真的跌穿 如果做了十字星 好像這裏呢 就比較上面 可以是好一點點 好啦 好啦 那我們來看看 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呢 當然要留意一隻就是 信譽光學 信譽光學是為什麼呢 全天候都說它好 好多大行都說它好